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赛后点评讲 我是马辉 这个星期最大的发现 就是因为很多马王级的马匹退役之后 看来本地的马匹的水准有一点下滑了 不过幸好刚刚星期五有一匹有本事 他身体有些毛病 所以有一年没有参赛 但是回来之后 在星期五那场的沙地赛事 就破了那个习数记录 所以看来这匹马如果健康没事的时候 往后的短图马就有一匹可以接班 那另外很简单的马祖帮很简单退役之后 我们也是担心 有没有另外一匹很简单出现 结果也有他的那个同马祖的好简单 在星期天那一场的委员奖的那个三级赛 结果也是顺利的赢出来 赢出来是一回事 看他的走势 这匹马绝对有一定的分量 可以取代很简单作为未来的马王 所以在中距离到长途赛事 我们就有这匹好简单 在短图赛事就有希望有一匹有本事 所以短图也有好马 长途也有好马了 那我们先看看星期五 有些马匹的状况是怎么样 星期五我们选三匹马出来看 第一匹马就是 我们发现有些赛事 很多马迷就把目光放在一些马匹当中 就忽略一些有实力的马匹 结果我就当场的时候我就说了 曼森发大财就是这些马匹 好像没有什么动态 但是结果它的实力最强 幸好在展示圈已经说明这一点 我们来看看这匹宝马胜 在那一场赛事实力是最强是它 但是它的赔率不是最热的 这匹宝马胜它的彩衣很多人都很熟 就是黑色彩衣 红色袖子的 沙迪短图赛事是它最擅长的赛事 因为它曾经在这个1000公尺的沙迪赛事 赢过两场赛事 然后有一些也是走进位置 在这场赛事 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 莫连纳那一匹黑令旗身上 结果就忽略了这匹宝马胜 结果它走得不错 在前面就是跟在这匹旁边的唐纳旗 然后就是放中这些马匹 转到直层的时候 已经是在内南位置冲出来 它一向以来都是后径比较强的马匹 但是在这场赛事 因为事实上对手对它来说没有太大的威胁 所以很轻松在前面越走越快 最后就是差不多以四个马位 五个马位那个距离了 把所有的对手打败了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最近为什么输呢 主要就是输在它 内马是突然间把它去草地赛事 而草地赛事呢 它的演出远远不及这个沙地赛事 但是只是输了一场赛事 很多人就觉得这匹马 会不会在这个半局好像是不够呢 会不会是老退呢 总之很多的原因 就是忽略了这匹马 在这场赛事的那个分量 结果就是这样的缘故呢 它跑出来呢 赔率也不错 所以看到这个支撑的时候呢 你看这匹马的那个走势呢 绝对是在第四级的 沙地赛途赛事呢 以后可能也是要多留意 这类的马匹 而最重要一点就是 内马是在这场赛事呢 也是很聪明的 就是不派别的马匹 就是让所有的工作人员 就是专心一意 就是帮这匹保马胜 在这场赛事 争取它最好的胜利 因为如果派出两匹三匹 这位列马是通常都有这样的状况 就会有时候呢 就是负重负拘 不懂是那一匹是主力 但是接场赛事 它就不管了 因为这匹马的实力那么强 一匹马单到复会 结果呢 就是顺利的赢出接场赛事 而最重要一点就是 赢出来的赔率是非常好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是受别的马匹 影响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以后赛事呢 就要小心这类的马匹出现 那另外一些马匹呢 我们也觉得呢 特别是四岁嘛 到现在都去到明年的打比赛呢 大概有八九个月的时间 但是因为四岁嘛 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来的时候呢 能不能跑两千公尺呢 很多类马是都心中无数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七月份 马匹开始 特别是留意那些四岁嘛 他们就要训练他们的那个任力 希望能达到两千公尺 从短图起步 通常起码都是这样 慢慢去到千四 到年底呢 必须要应付千六 然后到明年初的时候呢 就千八两千这样 让他们适应这个长途 然后打比才有机会 所以现在开始就留意那些 从短图转去中距离发展的马匹 所以星期五有一匹呢 已经是开始看得出 有一点苗头 他可以在这个中长途 有很不错的演出 那一匹就是宝贝 宝贝的内马士麦菲文 这位内马士呢 现在希望他已经说出口的了 希望能赢本地的打比赛 看看这匹宝贝往后的进展怎么样 我们先看星期五 他在那一场的一千六百公尺 演出怎么样 宝贝的彩衣呢 就是很简单的彩衣 是跟他一模一样 但是中文名就是跟很简单是不同 他在这一场的那一千六百 一千七百公尺的 沙地赛事之前呢 已经是跑过一次这个一千七百 但是那个时候呢 可能年纪还不是太大 场地还没有念好 所以在那一场的一千七百的沙地赛事呢 完全没有表现的 往后呢 经过多三四个月的时间呢 他终于在一千六百公尺有所突破 赢了一千六百 当然是往后就是在一千七百一千八百 这些赛程呢 是锻炼他的常力 所以这一场的一千七百公尺的沙地赛事呢 跟他在这个六月份 跑到那一场的一千七百公尺呢 这走势完全不同 就是因为这些四岁嘛 慢慢年龄增加了 他的任意也增加了 他的能力也是提高了 所以在这一场的一千七百公尺 他的演出都非常的好 尽管最后也是没有办法可以赢 是给那一匹莫里拉的网络达人 是赢出来一场赛事 但是呢 也看得出这一匹宝贝呢 越来越能掌控这个步数 就是能跟上这个赛事的那个速度 然后也有一定的后劲 现在就是这匹网络达人 黄色黑色彩衣 旁边红色袖子 好简单的那个彩衣的那一匹就是宝贝 一起发力的你看 网络达人就是在这个马群中间 宝贝在他旁边 为什么会输给网络达人呢 主要就是网络达人是比五岁嘛 年纪比他大一年 先不说他两匹马的实力是谁比较好一点 主要就是年龄的关系 在这一场赛事呢 网络达人就是因为年纪大一点 而宝贝呢 还是差一点点那个长力 没有说是锻炼得很好 因为这类的马匹只是刚刚跑这个中距离不久 所以发力点还是需要时间给马匹懂得什么时候发力 因为马匹基本上他不懂是跑什么赛程的 他一去到跑道 他一定是拼命地跑 所以有些马匹很快没力 这个就是要其实在这个赛事当中呢 告诉他你不要那么早用尽你的权力 要转弯到直层 我给你一打鞭你才发力 这个就是训练马匹 这个打鞭事实上就是一个讯号 所以这个网络达人就是因为年纪大一年的关系 所以他的那个认力呢比较好一点 所以最后呢就是给莫连纳这匹网络达人打败他 不过这个不重要 我相信最近的那个宝贝也是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他现在要把握时间 把马匹的那个能力呢锻炼好 所以以后他要回去这个1200公尺 甚至是短一点的1400公尺 可能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威力 因为现在内马市的目光 目标也是希望这匹马呢 就是在1600 1800这样的赛事 从现在的那个第三级提升到第二级 最少有第二级的实力 才有机会在明年7月份的时候的打比赛事呢 有机会争夺这个荣耀 如果你还是留在第三级第四级 第一你的评分不够高 你不一定有机会参加打比 第二呢你的实力可能也比不上那些 高水准的马匹 所以现在内马市要做的 就是尽量提升马匹的那个能力 所以这匹宝贝呢 以后我们就在这个重长途 留意他的演出 希望他在明年的时候呢 是在打比赛事呢 可以有机会争夺冠军 那第三匹嘛我们要看 就是刚才也说过了 这些破纪录习书的那匹有本事 火箭人已经一段时间不见了 所以如果还没有一些新秀上来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担心明年的Chris Wild 还有什么马匹可以出来 争夺这个锦标赛了 现在发现这匹有本事 真正在星期五那场赛事呢 表现出他的那个短途的威力 这匹马不单止在那一天的赛事 破那个时速记录 最重要就是他出来的性格 是特别好的一匹短途马 因为我不是太喜欢 老实说火箭人这个体型也不是太好的 在国际赛来说呢 他480多公斤这样的体型不是最理想 但是有本事的体型就不同了 他是540公斤 这样的体型呢 才有这个压长的那个实力 我们先看这匹有本事 在那场赛事呢 怎么去赢 也是赢得很精彩 因为那场赛事 很多人的目光都放在这匹全媒勇者身上 内马是吸取那匹帽 就是转过别的马币的马房之后呢 这匹全媒勇者呢 他也希望能取代 但是呢 结果这场赛事呢 虽然说很多人认为他有这个能力 但是最后呢 有本事的那个演出呢 是更理想 现在有本事就是在这个马群前面 这匹马的右点在哪里呢 他前速够快 任意也够强 所以在前面领出来之后呢 你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赶过他的 现在有一点点那个火箭人的那个跑法的影子 就是前面的速度千万不要慢 短图赛事 当然有些是后上行的短图码 但是我觉得去到这个国际的标准的时候呢 你最好就是前快后有韧力的那个短图码 那个位力比较强 因为如果是前慢后快的时候呢 就是要担心你在走位怎么样啊 你又有没有这个空位上来啊 很多很多的担忧 但是这匹有本事呢 它的优点就是 它700公尺做出的那个时速是非常的快 看到这个41.38秒 我已经说了 这匹马有机会破纪录 结果呢 这匹有本事 果然就是在这场赛事呢 走出1.427的那个时间 比原来 羽毛做出的时间呢 快了0.05秒 也是这个沙地1100公尺的最快时速 现在羽毛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保证这匹马的脚没事 因为它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呢 就是因为它的脚受伤 那个要做手术 做了手术之后呢 就没有办法再参赛 所以就是浪费了一年时间 所以现在再回来了 那演出很好了 因为上次呢 他就赢这匹赤胆忠心 那一场赛是很少很少 马匹休息回来之后呢 能一出就赢的 而这匹马能做得到 做得到已经证明 这匹马呢 是能力不错的 结果今天更重要 就是赢一匹 很多人都认为 有第二级实力的全美俑者 能赢这场赛事 又破了时速记录 现在他不过是在这个第三级 看来这匹马呢 手上最少有三到四场冠军在手 然后呢 就是明年的Chris White 看他有没有这个条件 最重要 他也是要证明 他在草地 依然有这样的那个速度 我们就要放眼看这匹 有本事 往后的进展怎么样 星期五 我们看看这个裁判 有什么事情 主要就是一些 马鞍的问题了 马鞍华仪 灵感飞机是马鞍华仪的 神速也是马鞍华仪的 所以看到这两个 马鞍华仪之后呢 我就记起来了 星期天 当里也同样都马鞍华仪 但是呢 莫林娜在事前 已经是检查这匹马了 检查以后还是华仪 这个真的是莫名其妙 所以以后要注意这一点 好 我们总结一下 星期五三匹马的状况 第一匹就是宝马生 看来这匹马呢 在当天的刑事是有帮助的 所以有这样的刑事 营马升级的时候呢 就要小心 看还有没有这样的刑事 宝贝呢 一直就在那个训练场里 看来是准备 准备这个打比赛 有本事 这场赛事非常的兴奋 就是破了个赛程的实书 希望他的健康没问题了 好了 星期五的赛事 我们讲过之后呢 我们暂时休息一会 等一下再回来 看看星期天的另外三匹马